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建筑界 他在建筑界讲 这个很奇怪 他这个讲 时间并不太长 才几十年 但是呢 才几十年 才三四十年嘛 并不是最老牌的一个建筑讲 但是他已经是公认 这等于是全球最高等的建筑讲 那过去得奖的都是大师 都是大外 北宇明啊什么的 对有几个呢 不是北宇明 建筑师是叫北宇明 是啊 比如说有几个中国人会比较熟悉的 像北京啊 你在北京的话 北京机场 那个设计者 也就是香港机场 那个建筑师 Norman Foster 哎呦 然后被人骂的很惨 争议很大的 央视新大楼 那个Ram Kuhas 然后 单纯就那个来说 设计是不错的 对然后鸟巢 那个 那个MBA VR 那些都是 不是 那个叫做 哎呀 我现在想不前 反正那几个大外 都是普利策克想得主 都是大师级的 比肩了是吗 中国出了一个 但其实啊 我们是 咱先大概认认人吧 认认人 咱们先看看 看看是 是这个 这个 这王老师是何等样人 这导演给我们出一下 照片 啊 你看 这真是哈 这看看他的作品 这个 这是这个 宁波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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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你知道吗 他就收集啊 用这个拆下来的房子的 那个旧砖瓦 废弃 所以说 为什么他用的是 废弃的材料 可回收的材料 来做的这么一个建筑 这中国美术学院 就杭州那个象山 对 你再看下边 这个真精彩 这个应该是 在水 在水之冰了 那我没去过 书州的一个什么学院 这我没去过 所以说就是说 怎么叫跟传统 这我就想起 这个对梁思成当年的一些批评 这个批评 一个是给政治上带了颜色 这个不太公平 再一个有点过分 但是这单纯就建筑上来讲 不是完全没有合理性 比如说说当时说建国初期 梁思成就怎么继承中国传统 就他著名的大屋顶 现在长安街好多 包括西安有很多 就上面一个大屋顶 底下这么一个东西 当时也曾经有人批评 但一根政治挂钩就没就没意思 就说但是实际上单纯来讲 难道说跟传统 既成中国传统 就一定只是一个大屋顶吗 像现在这个王老师这个呢 他有他的理解 这个其实是建筑界 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 梁思成跟林辉英那一套 其实两个不一样 林辉英做的东西比较细 梁思成那一套东西呢 我觉得现在南京大学那个赵成教授 讲的特别好 他说那叫立面的误会 什么叫立面的误会呢 就梁思成那一代人 想改造中国建筑的方法是怎么样 就学西方 你注意一个西方古典建筑 你去威尼斯去巴黎去伦敦 你有没有看到一点 他那个房子像有张脸一样 一立在那 这个正门上的拱廊 啪啪啪柱子 屋顶一闲 有些像脸 然后他有背后 这个像个人一样 中国房子不是这样 传统中国建筑是没有这张脸 你比如说太和电 那个脸在哪 它都是空的一些柱廊 他们不讲究立面 但是有个帽子 对 那你唯一看到就是帽子 但那个帽子对中国来讲 是结构上的一部分 它不是那么重要的东西 所以梁思成那个年代 他就太多用立面来考虑建筑 结果就误会了 就是其实包括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 上面也是一个中国的那个帽子 那个帽子那个顶 好看不好看 其实我今天觉得真是见仁见智 那也不见得就好看 我觉得就是不好看 不见得真的就好看 就是说 你像我是说这个王树 我过去还不太熟这个人 王树 他呢 你看 一方面世界现在这潮流 不是用这个废气材料 回收材料吗 他大概收集了有三百多万 以至于造成一时 江浙那边拆旧房子的废气砖瓦 这个价格都上升 但是后来他说他发现 其实中国古代人盖这个房子 就用的是这种可回收的 经常用到这种可回收的砖瓦 废料 就很 照今天时髦的材 就很环保 所以为什么过去也老猜嘛 其实就是这个理由嘛 那我觉得他很特别地方 其实今年很早的时候 我就听过这个传说 说中国要拿这个奖 一开始他还不相信 所以觉得中国 等于是建筑界的诺贝尔奖 差不多 然后呢 当时热门人选呢 就听过 除了他还有个刘家坤 就成就那位 我觉得两位都是出类拔萃的 当代中国建筑士 刘诗坤弹钢琴弹的不错 刘家坤 然后呢 但是呢 王树呢 他性格比较独特 你见过他就知道 他是那种 在一在台上说话 就性格昂扬 而且他是高举 某种的中国文化的一种特色 他认为 整个我们现在的建筑 这个路线 是我们这么学下去 这么搞下去 是有问题的 他认为中国那套完全不这样 比如说他自己念书 或者他自己现在带学生 鼓励的都是叫中国学生 看书画 然后读古籍 做国学 他现在是浙江美院 现在就中国美院 改名叫中国美院 你去看他那个校园 是杭州的那个校园 那个真好 他那个上山校园 他没想到一座大楼啊 他能够做出游廊 他那个楼梯 是夸几层那么下来 在建筑外面 绵延的沿着这个墙面 那你走进去 你真的是一种游园的那个感觉 那是真的是一个 你一看就知道 这是中国的 但是你你绝对就知道 这一定是现代建筑 对 所以就是叫什么 玉古为新呢 我现在真的就是觉得 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 或者说这个古代啊 是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一个原点 是一个源头 就是往往啊 学老师你看文学史上 都有这种说法 就是说 一旦找不着北的时候 有一个办法 回到原点 就像唐三藏 玄奘 为什么取经啊 他一下弄不太清楚了 好 我要去到他发生的地方 佛教发生的地方 去到那个开始的地方 一次次的回到开始的地方 再重新出发 那不是说你古不画 就说 咱们回去 像今天很多地方政府干的 也是这个 原来是什么模样 我们拿水泥再做一个什么模样 这就叫东师校评 对吧 不是这个 而是说 你比如说他就讲这个学中国个古代书画 我认识的这个朋友 这个这个画家 就讲这个呃 为什么临摹 你要临摹王羲之 为什么甚至说到晚清就是四王 那个时候还被批评什么复古 其实这些人呢 没有认识到这个价值 就是说 他这个等于说是在复制啊 在不停的临摹 临摹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 就是你把这个前代大师啊 每一笔 每一画 你这个肌肉记忆啊 肌肉细胞 嗯 进去了 哎 你每临摹一个人下来啊 你等于就把这个人运行的这个笔道的路线 笔触 你你实践了一遍 无数次这样 你熟悉了之后啊 熟能生巧 你自然能有所创发 嗯 所以这个啊 是个这个艺术里边的道理 即便说是 你即便咱在西方看博物馆看多了 对吧 为什么说人家说 中国你这个很多当代艺术 好像表面上不懂的人看起来跟西方没什么两样吗 都一样 但是有个很大的不同啊 人家那棵树是从人家那个根上 是从蒙娜丽莎那个根上长出来长到今天的 您是拿来的 你的根 你不是长出来的 你是尾啊 所以王朔不会在那个《非诚勿扰》电影里还说说七九八伪军大院 你这是什么意思 伪军大院吗 就是你们都是伪军 可是回过头讲啊 我觉得你说真的要能够熟人生巧 那你真得钻进去 现在一个问题是你如果要重新写书画 我们都还能按照那个老路来钻进去 但建筑这个东西复杂的地方 你怎么钻进中国传统建筑 因为这里面我觉得王朔他厉害的地方就是 他真的进去了那个进去是什么意思呢 就你今天一想到一个现代建筑要有中国风味 那就是盖帽子 尤其在北京 对不对 但是呢 他是真的知道中国的建筑跟西方建筑最大的不同的地方在哪 是空间感 你对空间的感觉不一样 你怎么 比如说我们的房子啊 你你有没有注意点 过去中国的房子 房间跟房间之间不隔开的 你包括现在到农村都是 是打通的 这个隔是不是那么或者不那么明显 它是流动过去的 一直流动过去 但你现代建筑问题来了 你需要有房间 但是你又要有这种气韵的流动 你怎么做 你一定要抓这个 抓得很透 你才能做好 就是怎么样 从传统里边找到现在的这个路子 咱们今天不如办一展览 我也有所准备 到时候给你们看看 我的两位朋友 不叫朋友了 良师亦友 你看看他们的作品 也能看看中国的古代传统和今天的这个关系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顶九日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和极枝水 最软酒精 年份软将 也仅供酒 科技是品质的源泉 责任是品质的保证 品质改变世界 三一重工 我一般呢 也不爱在这个节目上提私人的这个朋友 人家也不在咱们这个圈 不在咱们这个圈里混 但文道都认识 可是呢 我是真心真意的觉得 很多媒体啊 或者说很多人这社会都公认的最有名的这个画家 我也看过了 当然看的很少 但我是真心真意的觉得 这个叫举贤不必亲吧 哎 我觉得我认识的画家 是最牛掰的画家之一吧 这么说 所以我也是真心真意的要推荐给大家 给就是大家分享分享 以及跟个画展似的 我刚才说到的这个 哎 教我这个临摹理论的谁呢 这个文道也认识 刘丹 刘丹 刘丹呢 这个是我非常怎么说呢 咱用崇拜这个词有点过分 咱不搞偶像崇拜啊 很尊敬 但我觉得我我个人感觉吧 我觉得他的作品是能留下来的啊 哎 他就是啊 呃 我认为他的这个是直追送源吧 这么说啊 但是呢 哎 又是画到今天是个怎么样的景况 我很希望跟你们能够分享分享 来 你们可以来看一看 你看 呃 这个是在哪啊 什么什么圣地雅各 反正是外国吧 不是问你 对对 这个你看 他 是我可以跟你说啊 这个源头 还是中国古代的山水的传统 可是呢 又绝对是 也当代的 这个世界观 哎 呃 有你似乎能看出 山 石 呃 流云 呃 但是实际上啊 你比如说 为什么能够画出这种感觉呢 嗯 跟有一次啊 他对蜡烛的火焰的观察 有关系 你看 所以说咱们也了解一下 这个有时候艺术家啊 你看 这个是在美国波士顿 那一个展览上啊 这是哎 这是中国著名的一块石头 嗯 叫号称天下第一石 这块石头叫老人石 这反映中国古代文人的赏识的文化 他画的这个好多个面 我们只是截取了四个面 对吧 这水墨啊 水墨 哎 这也是毛笔水墨在宣纸上画出来的啊 你再看 哎 这个很漂亮啊 尤其是下面 我三月底啊 要去巴黎参加这个他和我另一个好朋友 这个曾小俊的画展 你看这就是他这个作品 画的是个因素 你看这个因素 我跟你讲非常有意思的啊 这个我觉得画家这个巧思啊 你看旁边他写了一段话嘛 他写的什么呢 亲爱的西奥 我去阿罗了 一道就会写信给你 我在墙上挂了我的几张画 使你不忘记我 这是樊高写给他弟弟的 你注意这个话的感觉啊 樊高写给他弟弟的 樊高写了这封信呢 就去了阿罗 据说是呢 去了阿罗 樊高就画出了那张有名的向日葵 然后你再仔细比较他这张因素当中 用中国水墨传递出来的这个这个热烈的那种感觉啊 跟樊高的这个向日葵 是不是又形成一种中西之间的对话 他没怎么说 我自己这么想 所以而且呢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课题 就是我们刚讲从建筑到书画 书画相对来讲可能还比较容易 就中国人一直在想这个东西 就我们的传统艺术到了现代 怎么样翻新 嗯 嗯 什么叫现代化 比如说有一阵子玩过 大家玩很多现代水墨 嗯 但是我觉得呢 刘克丹特别的地方是 他的现代水墨 是比我们二三十年前看到的现代水墨 更传统了 嗯嗯嗯嗯 这点很奇特 嗯 就是说因为二三十年前 你们说像司徒利 呃 刘国松那种现代水墨 你一看就知道啊 这个是可以很现代很西化 就画月球 对不对 有抽象水墨 他现在的整个做法 整个走向变得比他们更传统了 是是 这点非常非常奇特 刘凡最近在读书上写篇文章 他说十九世纪是文学的世纪 二十世纪是电视电影的世纪 嗯 二十一世纪是建筑的世纪 这个是 嗯 你听过这个说法没有 他最近几年喜欢建筑 我因为 哈哈 我我本来一听说你们讲建筑嘛 我还想叫我女儿看那个 这期节目的 嗯 结果突然想到我没话可说 我一点都不懂了 啊 哎 你女儿 也让你女儿听着我们说话 干嘛让你女儿光听你说话啊 为什么你女儿学建筑 你不跟她沟通吗 他们 他们最近夏天的时候啊 专门 哈佛建筑建筑学院的一批学生 呃 上上海深圳 专门有一个活动 就是国内的建筑部门 还有大学 还有地产商 包括王石他们呢 嗯 都专门招待这批哈佛的学生 干嘛呢 就是说呃 问他们对中国建筑的现况 嗯 看他们有什么意见 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是关在象牙塔里 整天接触一些学院的书本的那些东西 问他们的质感是什么 就冲撞的很厉害 嗯 就是观点上冲撞的 凡是当地部门秀给他们看比较好的一些建筑的样板 这些美国的学生都不喜欢 嗯 提了很多的意见 他们的美国的学生呢 可能出于这种比较人道啊 什么观点 比较关心连租屋啊 嗯 就是说他们 他们自己也知道 你那么艺术的这个东西啊 就是他们都在想 他们将来 不一定找得到这样的工作啊 嗯 你很大的公司都是在盖大量的房子 嗯 而大量的房子又跟这些建筑的前卫 怎么相关呢 这是他们最感兴趣的问题 但是你知道 徐老师 我现在慢慢的跟我这些粮食义友们一块混了 我自己慢慢得到一个意识 嗯 你看是人类为什么有博物馆呢 嗯 就是标准的 有绝对的 有千年不变的标准 所以为什么你会把一个东西 也就五千年文化的东西 说是国宝一直放在这里 这就证明了 有一种啊 这个会跨越年代 跨越时代的 不因什么而改变的 一种最高标准 而这个标准呢 有的时候 古人的这个品位啊 拿到今天来看呢 只要换一个语言呢 你就会发现呢 这个美的标准呢 它也是相当现代的 所以说你别觉得 这倒是符合希腊的那个 我就所以说我就给你介绍 我的这个好朋友也是算是良师异友 其实他是个收藏家 曾小骏 这次呢 他就跟这个刘丹先生一起在巴黎的极美博物馆 你们一定要去看呢 巴黎的极美博物馆 你去看过吗 就是东方的东西 包括原来在东方 薄熙和拿走的东西 大家都在极美博物馆 对 这他们办这个展览 这个展览呢 我为什么求他啊 给我们一些图片啊 看看 你就能够感觉到 他们这个画家的创作 他根据他自己的收藏 把它画成现代的水墨画 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外行 我们都能有所感受 这是一个很古典的做法 以前有人也这么做 你看看 你看这是他收藏的 一个一个作品 一个做一个木头的一个作品 把它画成了这个 你看下面是中国的浮沉 我把这两个画面对比一下 上面他画成了画 是吧 这个下面 过去 对 王世销老人也爱玩葫芦嘛 在中国的这个葫芦啊 是这个样子 但是呢 他倒模 他用了现代的另一种材料 把它做成上面的一个东西 你看 像不像是那种 有些画家画的古典女人那种很性感风鱼的那个身体 当然你可以又做另外的想象 但你看 这是古物和金物 你再看下边 这个是唐代的 一种脚胎 这叫脚胎 这种特有的这种 这种纹路啊 这种你看 造成的 可是你看啊 表现在画上 它成了什么 你再看下边 你看 咱们就是这个很难用语言来形容 但我觉得非常嗨 是吧 这样的一种 所以我就觉得什么样的东西 你说 美为什么说有这个最高标准 我现在作为一个小学生啊 我学的多了之后啊 我就觉得我们都能够呃有所感受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标准说到底啊 我认为就是阴阳两个东西的比例 书和蜜 黑和白 浓和淡 干和枯 这个比例包括音乐 这一切都是这样的 音乐高昂和低潮什么的 包括说话 对吧 它在这形成一个节奏 形成一个韵力感 然后呢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设置 然后体现出他们不同的状态 我对吗 我反而觉得 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书香 妙笔 美文 超过时空的赏味 走进文化名家的私人书房 清谈读书乐趣 品味思想的存乡 也许你会重新或者是继续爱着阅读 大家书斋 星期四 富豪卫视中文台 整体打包更省心 哇 都替我们单位好了 分期付款更省钱 真划算 智能配送更省时 看 还有会人领悟 来苏宁 省更多 科技苏宁 智贵服务 船长千年酿造工艺 历尽天宝固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廊 我反而觉得像小俊画的那一组作品 你倒看得出来 我觉得艺术并不是真的是不变的 标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恒定 但是他总是不断在一代一代艺术家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怎么样重新看事情 怎么讲呢 你比如说他画的这一些都是他的收藏品 他的产品 其实古今中外都有很多艺术家做过这种事 尤其中国过去文人特别爱干 比如说我收藏什么东西 我为他写个小文章 对不对 要不就请人做个图录 要不就甚至人画就自己画 但是你仔细想想那种图录 他现在这等于是个现代版的小俊的图录 但这个图录跟过去图录分别在最大在哪里呢 就是因为传统的图录之所以没落 就正是因为有摄影 摄影出来了 我干嘛还画他 这是要纯真嘛 对不对 我要不告诉别人我收藏了什么 那他这个作品呢 这么一个两两对照 一个就是那个摄影 已经这个摄影从这个意义上讲 代替了过去传统图录的绘画的那个角色 那么于是他就被释放出来 我仍然是在做图录 但是我不必再像过去那样追求写实的去画那种物件 徐老师希腊字是什么字 那我是想到你刚才讲的那个从古希腊来开始 艺术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他们总结过 一个是完美 第二是对称 第三个是先明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灌文明喜事录 但是他讲的也对 从这个莫奈以后